这一面墙就是以彰滑文学故事为意象的一面墙 这个弯弯的道路就是太平三十六弯 他是钟志成 目前就读中正大学历史所博士班 2012年7月 扶替代役时 被派到嘉义县梅山乡太平村服务 他不但没有因为分发偏远觉得辛苦 反而尽心尽力参与地方社区营造 并协助记录当地文化 一开始感觉不太适应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因为他是要配合社区的一个社区营造 所以他的工作量比较特殊一点 没有所谓的过客心态 钟志成发挥所长 追寻史料并且结合田野调查 卫编出版成地方誌 为当地留下了文史记录及建设过程 编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跟地方上期劳访问 多去跟社区接触 当然会比较累一点 因为你要四处跑 然后拍照甚至做记录 志成他在我们村里面 他现在已经是我们村里面的 我们的荣誉村民了 非常用功非常认真 他帮忙我们村里面帮忙非常的多 钟志成也和村长延青雅 在地志工们共同推动社区营造 举办许多艺文观光活动 因当地人口外移严重 借由这些活动 钟志成希望能够行销在地 推广深度观光 这层他任劳任怨 要很勤快 在当兵短短的时间 有的人都会想票 泡茶上国门而已 他不是 他完全投入 而且可以做出很好的成果 目前钟志成虽然已经退伍 但他早已对这块土地有了认同 有空闲就会回来走访 未来 他也会继续发挥自己所学 为更多地方记录文化故事